中秋節前後是鴨肥肉美的季節 而朝夕一間飯店業者 特別趁著這個季節 推出了懷舊的楓鴨料理 希望在柚子、月餅以及烤肉之外 提供民眾一項新的選擇 早期並沒有冰箱可以保存食物 因此民眾都會運用智慧 製作一些可以放得比較久的料理 而這些料理代代相傳 成為道地的古早美味 風鴨就是其中的一項菜色 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冰箱 沒有一些電話借品來做保鮮處理 所以說這個菜可以說 如果煮起來來說是越產越香 甚至不用用冰箱來保存 甚至現在來說 過去的我們一些鄉親腐肉 所用的保存保存的時間 差不多一百以下 每到中秋節正是鴨肥肉梅的季節 因此焦心抹飯店業者 特別推出懷舊的豐鴨料理 希望在提倡環保的今天 除了柚子、月餅、烤肉之外 民眾能多一項富補長鴨的不同選擇 所以說我們用這個鴨做食材 來做災後的一種食材 這是很平常的 那目前我們推出來的懷舊風鴨 最主要是過去我們宜蘭的鄉親腐老 它會在颱風前把這個雞鴨魚肉拿來醃製 然後做成桿 那作為這個颱風災後的一種 準備的一個食材 此外中秋節期間 業者也有推出泡柚子湯 以及中秋柚子養生茶等等活動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